正如秦王说的一样 的确 我什么证据都没有 唯一录下的证据 被天杀的月明飞扔到江里了 那么小的内存卡 怎么可能捞得上来 唐紫月拿着的日志 只是间接证据 拿到秦王这 他一样会说和案子没关系 我想了想 把昨晚看见有人爬上河崖 跑进学校的事 提了出来 没有与唐紫月先商量口实 这话一出来 我后悔了 唯恐警察会追究唐紫月的责任 可现在什么证据都没有 我们是唯一的人证 要是秦王再不相信 那真是没辙了 果然 秦王跟我说 鱼语的尸检本应该等到下个月才能完成 可为了赶武一假期 已经提前完成了 鱼语是溺亡的 不是在坠河前就死了的 这种案子在宜山镇就是选案 永远侦破不了 这么些年 每年都有人不明不白的淹死 镇上的人都知道 哎 你呀 我劝你快点回去谢着 是不是累坏了 人鱼语的家人怕医院不上班 今天就把手续办完了 把尸体领回去了 这几天 客就要下葬了 你别让人家再伤心了 那女生是本地人 她们可以吐葬 但是丧事马上要办 这没出嫁的姑娘 得马上就埋了 是 可是 这 此时的我有一肚子的话要说 可是却无从说起 就像在骗大人的小屁孩一样 秦王看我还不走 这脸色可就变了 小生说刚才是给我面子 换普通人 这就是假报警 少不了吃骨头 我又争辩了几句 一看大家都不相信我 我就离开了她的办公室 现如今 没人相信我 手头又没证据 这 这该怎么办呢 好在秦王答应了 如果接到失踪人口的报告 他会再联系我 我听到这话才算离开了 如果真的有哪个女人失踪了 那一定是在电话里喊救命的人 我一无所获地走出公安局 我一无所获地走出公安局 穿过十月 唐紫月刚好和正法系的那些学生 从神十万的家里回来 唐紫月把我叫到一旁 坐在学校树林的屎桌上 黄定义 你今天给我打电话 有什么事吗 我把今天遭遇的事都讲了一遍 唐紫月也有点生气了 那个玉民非也真是的 为了掩盖秘密 居然要害死别人 不过 我们现在什么证据都没有 警察也不相信 你可能不知道 我有一个妹妹叫唐九月 她曾经在广西的一所山村支教 遇到的事 比我们的要复杂得多 一开始 很多人都不相信她 你妹妹 那后来呢 我妹妹还算有头脑 后来查出了真相 不过被赶出了那个村子 所以有时候真相不被挖出来 反而好一些 可是人命关天了 现在没人相信我们 那我们怎么救人呢 时间过去那么久了 那个女的 估计是已经死了 那你先想想 能不能是人家放录音给你听呢 真的是有人在喊救命吗 他二爷的手机被偷了 怎么会在女人的手上 而且他怎么恰恰打了你的电话 而不是给别人呢 唐紫月一说完 我被问得打不上话了 先前自己没想那么多 只急着救人 这现在一想 这事儿确实古怪 为什么只拨了我的电话 有人曾拿唐二爷的手机 给唐紫月发过短信 骗他去老渡场 怎么不打给他呢 难道 这就是所谓的巧合吗 此时 晚霞映红了天空 大有春趣下来的势头 蚊子横行在树林里 唐紫月被咬了 我就站起来 说先回渡场了 这几天学校放假了 唐紫月没有课 他就与我明天一起 来研究那本日志 我点头笑了笑 随后走出了寺院 回到了渡场 这天快黑了 渡场的人还没回来 我这时候才想到 因为去火葬场 寒早没时间准备晚饭了 大家都要自己解决 这偌大的院子里 只有岳明飞还在 他看我一回来 不停的道歉 我呢 也没什么心情 想发火 可的气就泄了 岳明飞为了弥补 竟从金乐乐的办公室里 偷了备用钥匙 打开唐二爷的房间 叫我一起进去找线索 我看着这把钥匙 忽然问他 等等 金乐乐拿了所有房间的 备用钥匙 那么 他要进出我和他二爷的房间 岂不是一如翻场 难道 是他干的 这 这话就不对啊 有人拿唐二爷的手机打你电话 或者发短信 那金乐乐都在你身边 他 他怎么打呀 也许 也许 他要帮手 我说完这句话 脑海里就想起了秦旺的说辞 于是就没在胡猜乱下 就怕自己真的心里有问题了 打开了啊 咱动作快点 他们一会儿又回来了 岳明飞说完就打开了门 迅速的溜进去 我犹豫了几秒 也跟着进去了 唐二爷被认定为自杀 房间的封禁就失效了 不必担心警察会追究 我首先查看了唐二爷的衣柜 这柜子原先上锁了 现在这锁却放在衣柜里 这事儿萦绕在我心头很久了 我翻了翻 里面只有衣服 别的什么都没有 看来 先一步打开衣柜的人 已经拿走了重要的东西 岳明飞看我失望 他在一边跟我说 喂 我说你别丧气啊 这房间肯定还藏了别的东西 唐二爷说不定 对了 唐二爷不是说有机密文件吗 说不定就藏在 怎么了 你倒是接着说呀 我看到 玉明飞掀起了唐二爷床上的草席 这话头就打住了 就知道 又发现了 草席下面 压着一堆生日贺卡 还有很多信封 可都只写了名字 没写地址 我拿起这些信封和生日贺卡 看了看 这眼睛可就亮了 每一个信封和每张贺卡上都写了一样的名字 全是李小爱 这个名字最先出现在断臂女神的底座 只不过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这李小爱究竟是谁 又是李小爱 这女的是谁呢 喂 你怎么知道是女的呢 这万一是男的呢 行了 这名一听就是女的 你看 这些生日贺卡都写了日系的 看来 李小爱是在六月二十四日出生的 月明飞立马凑过来 靠我旁边瞄了一眼 每张生日贺卡的落款都是六月二十四日 其中还有一些简单的祝福语 可无法从中猜出李小爱的真实身份 月明飞握着这些信封 猜测唐二爷只写贺卡 不记贺卡的原因 我也好奇 既然写了生日贺卡 为什么不记出去呢 除非不知道李小爱身在何方 或者他已经 已经不在了 不对啊 你看 这有一封是寄给唐二爷的信 这尤川是上个月的 信封右下角 没写寄出的具体地址 就只有一个名字 李小爱 月明飞这说着 同时把已经撕开的信封 可就倒了过来 就在这时候 我听到金乐乐的声音 远远地传过来 于是叫月明飞快点 拿着信赶紧走 好不容易瞒天过海 避过了陆续回来的众人 我和月明飞 就关起宿舍的门 两人忐忑不安地 拿出了李小爱寄来的信 这一开始 我不想偷看唐二爷的信 他这骨灰就在我桌子上了 这是对他的大不敬啊 可月明飞觉得 谜底就在眼前了 或许李小爱是最重要的关键 他不等我反对 先把这信倒出来了 接着哐当一声 我不由得咽下了反对的声音 和月明飞一起低头 向裂缝布满的桌子上 看着 这 这是什么玩意儿 断掉的半把钥匙 我眨了眨眼 盯着桌上的半把钥匙 禁不住皱起了眉 那把钥匙 夹在两张空白的信签里 掉出来的时候 弹了几下 我从月明飞手上拿过信封 撕开一瞅 这里面什么都没有了 那半把钥匙 是前半段的 不知道他藏了什么秘密 用邮件的方式寄给唐二爷 这和他的死 有关系吗 于明飞以为 后半段钥匙掉地上了 拉起了灯 满地罩 我看得清楚 当时掉出来的钥匙 就这个前半段 于是看了看信封的邮戳 即使没有寄出的具体地址 还有邮戳 这是做不了假的 我原本以为 邮戳多少能提供点线索 不至于像半把钥匙 那么吊人胃口 可凑近了一看 他奶奶的 这邮戳上清晰的印证 广西宜山四个字 这呀 是从这个镇上的邮局 寄过来的 宜山镇是市政府驻地 人口远远比不上北京 可也就十几万人口 要一个个的找 不太实际 除非秦旺网开一面 让我们用公安系统 去搜一下李小爱的名字 哪怕搜到几百个 同姓同名的人 总好过十几万个人 我这一想 线索再次中断了 长叹了一声 然后看了看 蹲在地上的月明飞 让他别罩了 这信封里 就只有这半把钥匙 月明飞团团转了一圈 出汗了 脱了外套 连衬衫都解开了 一看我也热了 打开门 让风吹进来 这时候金乐乐 正从办公室里探头出来 望向瓦房宿舍这边 就像 在监视一样 月明飞刚才偷了钥匙 不知道是不是金乐乐察觉了 我一时心虚 又把门关上 不敢和他对视 我说 老黄 这半把钥匙你收着 别丢了 也许哪天我们能凑上 要是能打开一座金库呢 你想捡下风了 金库就在那穷地方 我看就是一把普通的钥匙 我嘴上这么说 可是心里却不那么像 如果是普通的钥匙 李小爱就不会寄给唐二爷了 尤处的时间 是上个月月底 正好过了一个月 唐二爷死了 还死得那么蹊跷 这个巧合 难以让人信服 此时的月明飞 打断了我的思绪 我说咱俩还没吃呢 要不去学校后门的大排档 吃一口 今天对不住你 我请客 算了 你不用老这么内疚着 我都不习惯了 饭前还是老样 咱平分 那这些信和贺卡 你藏起来吧 没准还有别的线索 我暂时没别的了 我收拾好东西 本想放在草席下面 可转念一想 不行 渡场的宿舍和办公室都不安全 别说暗地里使坏的人了 就是月明飞都能从金乐乐那偷走钥匙 东西放在我房间 等于叫别人再偷去 再者 月明飞偷东西和偷捞尸体的秘密 都会走漏风声 可见使坏的人是无孔不入 这些证据最好藏在赌场外面 我把想法讲出来 月明飞说 行 而且问我把证据藏在哪儿好 这些证据虽然不是直接证据 但是攒多了 间接证据 亦能让犯人扶手认罪 我现在指望不上秦旺 只能跟着月明飞和唐紫月 玩侦探游戏 但愿不像小说那样 还会陆续地死很多人 渡场里唯一没有人常去的地儿 就是废弃的小楼 那边杂草丛生 每块砖和每面墙都是青苔吞食 就像一座绿色的畸形坟墓 夏天到了五毒尽出 我们夏天还会撒硫磺 方指蛇无共 蛤蟆这些东西 废弃的小楼是毒窝 我上回去了一次 久久不敢再塌足了 不过我曾在那儿 捡到唐二爷的氧气瓶 就是没逮到在那儿躲着的人 想了想 我和月明飞就决定把东西 藏在废弃的小楼的砖缝里 可是金乐乐还没睡 只好等一夜深了再去 这时候月灯东山头 青江变银带 我和月明飞饿得是肚子咕咕叫了 两人就一前一后朝着十远后门的大排档去了 这期间我把信 贺卡和钥匙都带在身上 就怕丢了 吃饭的时候我老看着那些东西 月明飞喝着喝着就多了 就大声的叫我别看了 然后醉醺醺的说了很多的胡话 我本来不想让老板上酒的 月明飞却说 他二爷死了 其实他也很难过 今天就让他喝个供 我何尝不难过呢 一个人来到陌生的地方 第一个对你亲戚的人 总是难以忘怀的 不管那个人是男是女 是老是少 我这一时没控制住 跟着喝了一瓶白的 辣得嗓子眼都冒烟的 全身都出了一层黏糊糊的汗 大约喝到晚上八点多 我看天色已晚 再喝就得爬回去了 赶紧接了上 扶着死重的月明飞 走出了大排档 师院后门是一条老街 托了这所本地大学的福 街上的居民 才靠着炒点菜 赚点小钱 这边不似繁华的大街 一入夜就没什么人了 吃通宵的学生 都去前门的甜品店 很少有人来后门 原因就是后门 靠近宜江的一处河崖 有时候掀起了阴风 让人心惊胆战 这条老街 百来米 晚上会打开昏黄的路灯 人走在路上 这影子拉得老长了 会有一种被跟踪的错觉 我刚要从大排档迈入老街 这时候看见张树林 里走出了一个人 定睛一看 那个人是胡队长 通常渡场的人进进出出 这是很正常的事 可是胡队长 大不留心地穿过大街 静止地朝寺院里面走去了 我愣了愣 心说这胡队长 他不是有点瘸吗 他怎么走得那么快呢 是不是有急事 当然 我不会想到 胡队长平日里都是装瘸的 现实里 没那个必要 那么说来 胡队长一定有急事 是什么急事 让他夜里走进 使愿 使愿 使愿